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慈禧太后等人 掌握着小皇帝的 这个班兆的权利 那么素顺等 这个赞相政务八大臣 面对着皇权 他们感到无可奈何 那么这个正统皇权思想 在这个新有政变当中 这个巨大的影响 可以说充分的反映出来了 通过我们以前所讲的内容 可以充分的看到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正向台湾的一个学者 叫做庄烈 他讲了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说死的皇帝 就是先锋皇帝已经死了 死的皇帝 敌不过活的太后 敌不过活的这个慈禧太后 那么下面呢 我们开始讲这个第四个问题 那么第四个问题的题目呢 叫做正统皇权思想的政治影响不可低估 正统皇权思想的政治影响不可低估 那么我们在讲到这个正统皇权思想的时候 必须首先讲一个问题 讲什么问题呢 就是什么叫正统 我讲正统皇权思想 那么什么叫正统啊 那么正 就是正中 不偏不倚 居中不偏 那么统是什么呢 是讲的统序 是指着什么呢 一种纵向的一种继承关系 他有一个系统 那么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 所谓的正统 那么大多数的时候是讲什么呢 是说一个王权 一个王朝 或者一个帝王 他是寿命于天的 那么他在历朝历代的发展当中 是吧 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他是居于一种纯正的直接的地位 是讲的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欧阳修 是宋代的一个大文学家 也是一个历史学家 那么这个欧阳修啊 曾经主持修则案过 像这个新唐书 新五代史 修正过这些历史史书 那么欧阳修 那么他就讲 他说呀 这个正统之序 这个正统啊 他的顺序 上字遥顺 从遥顺开始 经历了 夏商周秦汉 而决 那么他是讲什么呢 说中国的封建王朝啊 中国的王朝啊 从遥顺一直到了秦汉 基本上是大一统的 那么到了汉以后 出现了什么呢 为什么说而决呢 秦汉以后啊 就是东汉以后 出现了魏蜀三国鼎立 这大一统局面被破坏了 出现了几个政权 三个政权 那么他就说 晋得之而又决 到了近代 是吧 统一了中国 那么后来呢 又再次分裂为南北朝 这种分裂局面 又出现了 那么多个政权 接着他又讲 随唐得之而又决 到了随朝 唐朝的时候 再次统一了 那么但是到了唐朝末年 是吧 又一次出现了 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多个政权这个病例 他不再大一统了 那么 欧阳修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封建王朝之间 这种正常的正当的继承关系 被打破了 那么出现了很多非正常的 这种政权或者帝王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他们就不是一个正统的政权 这是欧阳修啊 从中国这个历代王朝 这个发展这个历史上 从这个封建王朝的 这个一脉相承上 那么来论说这个正统 那么这是欧阳修 那么他的一个说法 那么梁启超 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论正统 就是专门论这个正统 那么梁启超写这个论正统 他是从思想层面 或者说是从封建的 这种政治伦理道德层面 来论说什么叫正统 梁启超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言正统者 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 说谈正统这些人 他们认为这个天下 不可以一日无君 必须要有君主 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要有政权的形式 天下不可以一日无君 他说又说呢 又以为天无二日 民无二王也 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 民间不能有两个君主 有两个帝王 于是乎有正统 就是说出现了第二个 第三个统治者 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 这个帝王 那么他就不是正统了 就是人们所讲的 是一些篡位者 是一些乱臣贼子 那么梁启超的意思非常明确 他是讲什么呢 他是说 按照这个正统思想 这些人 就是提倡正统皇权主义的人 认为 一旦某个人做了皇帝 他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去做下去了 竟然不断的去做皇帝 那么只有这一家一姓 才是正统的 才是代表着天命的一个正统 正派 是个正根 那么其他任何人 如果要取代这个王权 取代这个皇帝 那么就是大逆不道 是一种篡权 篡逆 那么这是梁启超 从这个思想层面 政治伦理层面来论述这个正统 那么中国的历代的封建统治者 往往是以正统自居 都说我是寿命于天的 是吧 就拥有着一种至高无上的 这种统治权利 专着独裁的权利 那么只要他这个政权确立 他做了皇帝 然后无论他怎么样作为作福 怎么样暴虐无礼 人们都不能够说他是不仁义 不道德 对吧 如果是有人起来要进行反抗 那么乃德坐之以不忠不孝 不忠不敬 大逆无道诸恶名 说如果那个人对他不满意 起意反抗 那么就说这些人是不忠不敬 是大逆不道 那么这封建帝王宣传 他们是寿命于天 是正统 那么一般的官僚士大夫 那么也接受了这种思想 完全接受了正统皇权主义思想 是吧 要绝对的服从皇权 绝对服从皇帝 那么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这种因格损益 是吧 各个历朝历代都在进行对他进行改造 那么到了清代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 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完备的这么一个 极端完美的这么一个程度 登方造极已经很完美了 那么与这种封建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正统皇权思想 正中军思想 像这样的一些政治伦理道德 更是根深蒂固 可以说呢 是仅仅的束缚着人们的一些思想 正统皇权思想 对于人们的思想的束缚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是我们从这个中国啊 这个正统皇权思想 从思想层面的这么一种回顾 那么我们从这个儒学 就是儒家提倡这个君 和臣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问题上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正统皇权思想的一些影响 那么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当中 那么最初的儒学 他提倡什么呢 他提倡是 为人君则怀 为人臣则忠 是讲的 是君怀臣忠 那么还讲什么呢 说君使臣以礼 臣是君以忠 那么他就强调了什么呢 是君和臣下 是一种相互维系的一种相互的一种关系 什么意思呢 就说只有君主对臣子很关心 很关怀 很有礼 礼先下士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大臣才能够忠于皇帝 才能够尊重皇帝 对皇帝才能忠心忠诚 那么反过来是说什么呢 如果说君主对于臣相 对于臣子 是吧 不关心 非常的强暴 那么这些臣子大臣们 就不必对他很忠诚 甚至可以 另择民主 甚至是可以起义 推翻他 推翻他的同事 就最初儒家学说讲的是 君和臣之间的 是一种相互的一种责任关系 你君主对臣下好 臣下对你忠诚 你君主对臣下不好 是吧 不能够代表天命 那么臣下就可以把你推翻 最初儒家学说呢 是提上这么一种 君主和臣下的一种关系 那么后来 也有些人 抨击这个皇帝 抨击帝王 是独夫民贼 是暴君 那么但是这种思想 它不是中国历史上 这个思想的主流 或者是政治倫理道德的主流 那么中国的历代的封建统治者 他们极力宣扬什么呢 极力宣扬 说人间的皇帝 是寿命于天的真龙天子 他们不是一般的人 是正龙天子 他们说 反对皇帝 就是反对天命 而且要依靠着国家的 这种行政命令 军队 暴力 来强力的 提倡和推行 君为臣刚的这种正宠皇权思想 就是你不实行 这个君为臣刚 那么就要对你采取一些断然措施 强力的推行这种君为臣刚的 这种正宠皇权思想 那么这样 君和民 不是 君和臣之间的关系 也包括君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就变成了一种绝对服从的 一种上下级的 那么一种服从关系 一种衣服关系 就是臣子 人民 必须要绝对服从君主 那么既然皇帝 是天命的代表 那么君主的权力 就不能够由任何人来分享 是吧 代表天命 只有皇帝一个人 那么皇帝的权力 别的人不能够来分享 那么这个思想 韩非子讲的很明确 韩非子说 说什么呢 说权者 君主所独裁也 这个权力是由君主所独裁 他的一个人所独有 那么后来 西汉的董仲书 那么再进一步的发展了这种思想 董仲书讲什么呢 他说屈民而身君 春秋之大义也 又发展了这种思想 那么到了后来 就是这种 君为陈刚的思想 变本加厉 那么更加发展了 发展成什么 发展成为 君要臣死 臣不敢不死 那么这个情况啊 我想就是我们看 这个一些历史小说 看历史剧 经常会看到这么一个情况 就说一个大臣被皇帝处死了 是吧 那么这个大臣还必须要跪倒在地 是吧 口称的谢主卢恩 是吧 被处死了 你还要感谢皇帝 什么 君为陈刚 那么对人们思想呢 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是我们讲 这种正统皇权思想 对于清政府官员 对于官僚师大夫 这个影响是非常深厚的 影响非常深远 那么我还要讲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感到 人们感到很有意思 会会感到有些奇怪 什么奇怪呢 就是这种正统的皇权思想 甚至对于一些农民起义领袖 影响也很深 是吧 我们讲正统皇权思想 对封建统治基地的官员 影响很大 人们好理解 是吧 那么对于农民起义领袖 为什么也有重大影响呢 人们就感到不好理解了 但是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那么隋末这个农民起义领袖 一个人叫做斗建德 学习过中国历史的人 都知道这个人 那么斗建德听到隋阳帝 被语文化题杀害以后 斗建德就向隋朝的 和间的郡城 他就做了一个表示 表示什么呢 他说我 作为秦朝的百姓 作为隋朝的百姓 已经几十年了 隋朝为武军两代以 隋朝做我的君主 已经两代了 隋阳帝是一代 他前面还有隋文帝 两代了 说现在呀 宇文化吉把隋阳帝杀了 说是大逆无道 此无仇矣 宇文化吉杀了隋阳帝 这是大逆不道 那么宇文化吉 也是我的仇人 那么这是隋末 农民起义领袖 斗建德的一个说法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明末 发生了李自成起义 是吧 还有张献忠起义 那么后来这个 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 失败之后 张献忠的余部 有几个重要将领 一个呢 叫做孙可望 一个叫做李定国 那么这个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 失败之后 孙可望和李定国认为 代表着正统皇权的明王朝 他的这种圣德 是吧 他的这种恩德 他的天命 还没有结束 按他的话讲说 明知圣德 入人心久矣 那么他讲说李自成 在北京称帝 最后遭到了失败 他说这个呢 就可以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证明 天位燕名德也 就说上天 还没有燕起明王朝 也说明王朝 还是代表天命的 是吧 说是 天位燕名德也 那么甚至他们表示 自己 是吧 要反正服明 喜去贼明 就是不再参加起义了 以后要奉明王朝的政术 甘心情愿的 做明王朝的大臣 做明王朝的臣子 那么后来 孙可望和李定国 被南兵政权 封了一个公和侯 做了南兵政权的一个臣子 那么这个孙可望和李定国 是吧 从反抗明王朝的这个起义军将领 那么又倒退为明王朝的臣子 什么原因 人们会讲 这是由于这个时候 就是明末清初 满汉民族矛盾突出出来了 这种民族矛盾暂时的掩盖了 积极之间的矛盾 那么这个呢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没有问题 那么但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我认为啊 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之久的 这种正统皇亲思想的影响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既然部分的农民起义领袖 这个正统皇亲思想都这么明显 那么作为封建 这个帝王的臣子的 这些官员们 当然更是如此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封建官僚 他们了解 了解什么呢 就是封建皇帝之皮 与封建官僚之毛 他们之间的一种衣服关系 就是我们平常讲啊 说皮质不存 毛将淹腐 是吧 就是封建皇帝没有了 你作为他这个王朝的大臣 你的既得利益 也就是遭到了损失 是吧 那么因此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 清政府这个官员之间呢 这些封建官员呢 那么这种正统皇亲思想 应该说非常的根深蒂固 那么前面我们曾经讲到 有的学者讲 说愿何呢